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我们住在21集饭店 那么就在那里开小会开讨论 那么但是呢 我们如果开大会呢 就要到人民大会堂 那就比较早的要出门了 对啊 这个人民大会堂 大家都关心 不是今年这个因为金融危机嘛 然后就说这个行程缩减 这个经费 对对对 就您的感受是不是确实有体会到这一点 我的感受呢 我觉得有些措施很好的 比如这一次就一般的文件简报都不发了 本来每天做这么一大楼简报 那么这次呢 全部是在电脑上面 各取所需 对很简单 他跟我们备好的电脑 你这上面按着简报 那么一个简报就出来了 你也提案按着简 提案你这上面直接把简进去了 都是五指化了 我觉得这个很好 那这个吃的呢 是不是也比往年减省了 我看是 因为每次都自主餐 对不对 那么现在因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嘛 我觉得地球实时求是 也没有什么 不是什么山正海卫的什么 就是热肠的这个 那么另一方面 这个委员代表呢 大家也 也不是像一件恶狼一样的 对吧 我记得很清楚 我是1977年 那个时候私人帮不刚打倒吗 我做上海市的人大代表 哎呀 我感觉 这个最好 搭不到多开几天 因为这个火车 平时吃不太好 这是一个待遇啊 不是那个差距太大了 平时你又能吃肉吗 这个肉 这个当时的情况不同 那我是 你看我这个全国政协 我是从去年开始当的 在这以前 我是上海的政协的常委 那么最早我还有个经历 就是私人帮不刚打倒 这个当时怎么挑了我去做 那也不叫选举 就确定你去当这个 挑衔 市的人大代表 正好我需要 需要这个品种 几个教室 我是年轻的 非党的 我是男的 他们女的 哎呀 我去了 那个时候 哎真不像现在 那么很多劳动模范发言 你知道怎么发的 怎么发 哎呀 这个党对我这么重视 让我吃的好 做的好 晚上看店 我这真是感谢啊 那么就这样的了 就成难民友 那么老师鼓掌 还有高货啊 这个 这是这样的 那么后来 慢慢慢慢再改变 第一次当时 实施要叫你写提案 大家不晓得提案 什么东西 那么 哎呀 这个我有的 我要写很多 写好帮他们签字 因为我多少 还会知道一点 对吧 有点文化 现在你再看看 那个提案 很奇奇怪怪 什么多 那么现在 这不这不规范 您说到这个问题啊 也有人提出来 说这个 比如政协委员 包括人大代表 他这个调查 你想啊 咱们新闻媒体调查员 那是个很专业的工作 他要提出一项提案来 所以有些人 像刚才咱们讲明星 就李星还天然说呢 就很多 像明星 你让他当了委员 那么我们也怀疑 就是说他够不够这个资格 对呀 就是我觉得每年两会 我们看这个报道 有一个 有一个负责 不是负作用 就是一个其他作用 就说哦 原来这个明星 也是政协委员 那我们就怀 他固然在他的专业领域里 我们承认 他是一个专业人才 他取得他的领域 比如说刘翔 他是一个跑得很快 但他会代替我们来参政议政吗 因为毕竟政协和这个人大 我们现在要说 花的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你要替我们这个参政议政 替我们就是反映我们的呼声啊 刘翔可以反映一下 骨科医院的状况 我觉得 所以这个怎么看 这个要平衡 一方面的政协呢 跟人大代表不同 政协不是你选的 你是上面选的 你说对不对 那么这个有一定的代表性 比如说运动员需要有个代表 那么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界别的 比如我在教育界 那么另外呢 有什么界 他有体育界 这是需要的 但另一方面呢 我觉得我们政协 现在你真正完成这个任务 什么参政议政啊 这个民主监督啊 政治协商 那你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来考虑 他能不能代表这一届的 他们的意见跟利益 你也有 你这个没有就不行 那么刘翔呢 我也认为 不要说他现在受伤了 他不受伤 我认为 先拿他去拿世界观 先拿这个破纪录啊 这个等到奥英文开完 再补他也可以嘛 你比奥英文以前 他肯定不能来的 他来了又给人骂了 你这个不信念 你跑去开 这些干嘛 你说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是应该考虑 对吧 至于他披啰嗦 以后退阅了 那么让他 这倒可以的 对吧 这个 那么另外呢 就是这两方面 另一方面你要知道 我们的体制也有点问题 比如我 我要现在提这一题啊 我要平时不看报 不注意 不面广一题 我怎么提 对不对 那么还有的 比如有的科学家 有的这么演员 他自己的业务实在忙 那么他这个 你叫他去提 他只能在这个里面 他没有办 那么照理说呢 这个代表要委员也好 我都一直讲的 要增加里面的专门的会员 专门的代表 都要你比如我们常委 能不能就是人大常委 因为他要审议法律啊 什么东西啊 那么你应该让他就是 第一 他不是行政人员 要分开来 另外一个呢 就他要有助手啊 让他调研啊 什么 你看 谁养活他呢 他专门 我感觉好像都是业余的嘛 对啊 比如浙江有一些 企业家他自己搞个工作事 那么他企业就 我路口是下港 我是普通工人 我怎么搞得起呢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钱 我相信那岁人 只要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能为大家说话认真的 那岁人 这是同情大理的 而且也不一定多花钱呢 你比如说 你可以让大学的生 做义工 也提高他们的 这个对吧 你想说您啊 平常也要这个 很多时间教学 做学问 那么你的这个提案 他你能花出你多少精力 和时间去做 又怎么能保证 他这个含金量很高 那么我想这主要呢 决定你平时要做有心的 对吧 比如我这一次提的提案 就是说地震灾害发生 其实在冰雪灾害发生的时候 我看到一些消息 我就在思考这问题 对吧 思考有什么问题呢 这么大的灾害 世界没那么广 那么我们宪法呢 是有一条的 就是可以宣布实施紧急状态 那比如地震灾害 那么严重 你为什么不能宣布 四川省进入紧急状态呢 进入紧急状态意味着什么呢 那就意味着 这个当局可以集中 更多的人力物力 更有效的来救灾 你看看 这个美国发生个水灾 总统就会宣布 这种州 比澳洲发生 那就可以 为什么呢 第一 他可以集中人力物力 比如说我们灾害的时候 就发现问题 这个那个冰雪灾害 京都高速公路沿线 有的人就来发 这就不叫棍难财 发总是灾难财了吧 灾难财 这个一瓶水 从五块买到五十块 就立法限制 一个方便面 都要卖多少 还有的呢 讨价还价 对吧 甚至抗争就在什么物资没有了 说变个程度去找 对吧 那我根据紧急状态法 那么条例我有 所有的物资全部征用 到时候我征服你钱 对吧 比如这个车 来下来下来 现在征用了 那就可以 这个有法有据的 另外 你比如组织系统 比如这个 就在 假如县站 这个压死了 那我用不到人民县站 我有一套 我马上 紧急状态 当地的战官来接管这个事 对 那么到解决了以后 实际宣布取消 好像您还提到一个 什么灾后保险 这个咱们广告之后 再请高老师聊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就您提出这个提案里头 就关于这个大灾 这个灾后保险 您是怎么讲 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呢 我们有一条什么这些 所谓不可抗力 就不保了 对 那么 人家不是这样的 有一年我记得 我们开一个学说会 那么我的朋友 这个李中青 James Lee 他在当时在 这个 他家在洛杉矶 我说你怎么开会了 我听到你们洛杉矶地震了 是啊 他说我的家都震坏了 什么地方 东西都掉下来 他说这管我什么 这个保险公司会来掉 用不到我去掉 那人家地震是这样的 那我们呢 我们地震是不能保险的 不在保险范围里面的 而且就是另一些 在保险范围里面的 往往是你保的 规定保 不能超过多少 赔你东西很少 这样人家也就没有保的积极性了 那为什么不能保 对吧 有的人说不得了 保险会垮台的 保险干什么的 就挣钱的 对吧 而且另一方面 你比如说 这是温产地震 那么上一次当地最大的一支 1932年第七大地震 离开现在多少年了 你看你如果1932年到2008年 这么多年 你每年交的保费 你倒是赔了 又怎么样 是啊是啊 这是一个 再一个 真正如果的确灾很大 都是有办法 一种 它有分保的 再保险的 那么它不是一家保险公司 其他也要承担的 第二个 你既然是拒债的保险 我平时的保费 要收的比较高 对吧 这个因为赔力高闷的 我这也高一点 还有一个 真正需要的话 政府应该出手救援的 对不对 你比如说 你这个 它最大的能力 那么怎么办 你政府因为本来 你防灾 也是要 比如这也是政府 拿这么多钱的 如果是保险的话 政府可以拿 一部分钱来 那保险公司 帮 去做赔偿 那这个就是会 保险公司 有经商师啊 他赔偿这个手续 比你政府 去撒钱要合理 对吧 另外还要更 不要忘记 保险公司 实际上就是 平时的 防灾救灾的 这个检查 你倒保险 就咱们这个保险 平常我听身边 很多朋友讲 就说你就别买了 就要钱的时候 你本来以为你老 你放心 你老年得的那个病 肯定不在保的范围 你做会就是个白交钱 对 就是说这个嘛 这个它印象我提案很 这个我印象很 现在你比如说 几个例子 我保了火险 那么火险你保了以后 保险公司就经常来检查你 是否罚 对它对你负责任了 如果你做不到 它可以做 你们不知道我的做 我将来不负责任 那么这个比政府 做出来好得多 对对吧 你别以为保险就是坐着拿钱的 对吧 那么保险公司也知道 它如果平时把你防火做好了 你将来出现的 它的风险也降低了 那么它就不能挣钱了 所以这就原来说的小政府 大社会 您就谈到一个很重要的 就现在这个社会保障 我注意到这次两会 它有一个热门话题 也是在讲 就现在经济一塌糊涂 说什么两千万农民工 这失业了 回了家 这就回不来了 怎么办 都谈到一个社会保障的这个问题 而社会保障里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 就是还是两种人不平等 城里人 乡下人 这个特别根本的 这里头 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一个小例子 我记得您原来在一个博客里 还专门写过 就这些著名导演王小帅 因为说涉嫌 导卖进京户口的这个问题 他是被导卖的对象 被导卖对象 说他这户口伪造了研究生学历 是吧 到了什么一个科贸公司 他也没到那上过班 然后那个人是卖了 卖了六十几个户口 是吧 对 然后就是一个人事局的一个司机 是吧 您那篇博客里讲述的 我觉得就是说明 中国这个户口问题的 一个一个一个问题 对 这个户口呢 有很多人都说改革改革取消 这话不赞成的 全世界哪个国家不管 不行是不同而已 你看美国现在近期 要按指纹 然后呢 你美国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连我在美国待过一年我都有 对吧 这个是不从好的 所以你在美国实际上 你吸一吸 吸一不可缺 你要打工 钱到哪里 要有这个号码 你要推赛 要这个号码 对吧 有的人说美国不查 是啊 你哪怕近期你这个人 就是既不犯罪 又不需要征服 那可能不查你 你需要一点点就得有一个东西 对吧 日本也是这样 日本的话更厉害了 我们进去一个礼拜 或者他一个月要去 他要检查一次 或者三个月 到不行他来找你 这个都很严格 这是国家需要 但是呢 户口你不应该把什么东西都跟户口联系一起 现在我们户口城市的户口含金量太高了 对吧 对吧 那么这样就户口就意味着福利 王小赛那个事 如果他不是朋友帮忙的 他比如花一万两万 那为什么花一万两万 他心甘情愿呢 还要托人呢 因为他将来拿到北京户口的好处 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没错了 天下没有做亏本买卖的 你光是孩子可以进好的学校 你就多少 有些人在北京啊 这住了十年 觉得后来就生气了 生气了就是说 说这户口到底有什么用啊 我还不要了 但是他算了算吗 就是便利 按个证 你去个 你比如说你要是新疆的 你知道吗 你去个香港 你和他跑回新疆 对呀 一级一级的办一个这个手续 你自己去签字 你的平成文证 再还不要说了 你比小孩 他现在最多照顾你念到初中 然后到高中呢 对不起 要叫你走了 还有呢 即使借到高中了 到考大学 要回原级去考 没错 原级那边还得又认学级 是吧 这孩子没地方考啊 这几年 就是户口的含金量一来一高 他本身 户口的管理以外的功能一来一强 那么你当然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退下来 户口就是登记你的基础状态 这有什么不可以 对不对 那是什么人都可以来登记基础状态吗 所以说我们以前 我记得改革化以前呢 那个是户口主的弊病是禁止你迁移 就限制人的自由流动了 绝对不容计 我跟你 你们现在可能不知道 当时譬如我在上海 我这个我要调到西安 讲的时候 那么 要找个人对调 必须要找到西安 他愿意进上海 两个人都要差不多 对对对 然后你是工人 他是干部就不行 大家都是教师 好 然后呢 你是夫妻两 他有一个孩子 对不起 孩子不能进 两换两 那么小孩子就这样的 残酷到这个程度 电线单子上 静缺 对换了 对调 找到了 有的人要三脚对调 那么好 这是当时限制你 那么到了改革开放呢 现在这个不限制 你有人来你来好了 对吧 你要多多来 但是呢 他又在户口加上 越来越多的 这种复杂的功能 前一日子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上海 要打破这个户口的 然后大家还跟着 欢呼 欢呼一阵发现 你具体看他的条例 其实还是没有变 他原来说工作了 七年之后 就可以解决上海户口 大家都以为 这个今年的户口障碍从上海打破 他后来发现 其实他附加条件还是特别多 所谓高知识 高什么高级人才 但是我觉得这样 就是这个 他毕竟是前进一步了 因为本来连这个都没有 我们要这么来看 但是为什么不能彻底到 就是到一定时候就能进来呢 那么这就牵涉到国家的 那你希望的状态 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那我就是做不做不要 我是很简单 我说今后就这样 凡是给国民的基本的社会保障 应该由中央政府来保证 那么这个保证的全国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义务教育 我去年不是这个提案吗 我要求国家公布 就是义务教育基本指标 那么这个基本指标 哪怕新疆西藏云南贵州 到上海都应该一样 这个必须达到的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义务教育大家一样的 然后呢就是说 地方政府应该有一块 这也不能否认 全世界都是这样 你美国纽约州跟什么其他州 他有不同的待遇 那么这是什么道理 你纳的税不同 你的基督的责 那么这个也应该保留的 那么这一块要比较小 那么这一块呢 这个条件是跟你的基督状态 跟你的纳税 跟你对当地的贡献 包括你有没有犯罪 这些联系起来的 那么这样的话 就不至于把这个复扣的 什么东西都放在鲜 还尽量放在里面 对吧 你比如你从上海先到北京 你不管你是临时不临时 你子女的基本义务教育都一样 你的基本医疗保险都一样 但是呢 上海如果养老 他地方上比你北京高一点 这个因为他那岁多 这也有可以的 对吧 那么还有呢 你比如今后 你要到当地人大代表 你必须在这里 多少年 你才能带着 这样才好啊 你看美国那个希拉丽 他这个第一夫人下来以后 他想到那个纽约州去走 他再有个参与 他马上也到纽约州 先等一 虽然不要付口 要到那岁 那么他否则你不来 那岁 你不到这里呢 你不迁到这里 我怎么承认你呢 对吧 所以我们做不足的过度的 就是把负荷的管理功能 跟他本身的福利 这些区别看来 那么这个就像中央政府 要保证国民的 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那么同时呢 地方政府要合理的 对吧 而且还有一个 要有进有出 有进有什么 有出有出 我们现在只进不出 那城市也说不了 比如说 如果你站在上海市场上市民想 你如果你这么 比如说我今天给农民工在上海 七年以后也能够这么 那么现在这个勤赛 全国多年怎么受得了呢 对啊 这也是实际游战 你比深圳县就这个问题 他自己夫妻人口不到两百万 现在他实际人口差不多两千万 你说你们应该都 大家都一样的 那你说要两百万人的纳税 要来负担净两千万人的这个福利 但是也是不合理的 当然这两千万人也不是全面的 有的那很多税 对吧 有的甚至比深圳本人还贡献大 那么你也区别开来 那么如果说你想好了 比如说医疗保险 这基本都有了 那么他 然后呢 你再根据对深圳的贡献 那么根据这个 而且我们上海我也再三建议 我说你也应该扩大 比如说 这个高知他七年 那么农民工九年好不好 你总的也得给他这个 那么我也讲到 什么叫数字 比如他是个普通劳动者 他奉公守法 身体健康 他这个就是个数字高 对不对 你找一个博士来 做不了他的事 那么这种也给他慢慢进来 所以呢 我觉得呢 有这第一步还是好的 我们先不要说骂 要先是 然后呢 推进他继续的努力 对 反正这个户口问题啊 是我发现最近大家都在说的事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哎 哥老师 就刚才您说的 我们也觉得特别有意思 也有意义 包括每年我们在报纸上看到 其他一些代表的提案 那我们现在关心 就是您提了之后 它怎么落实到实际层面呢 就问您提了之后 它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那么根据现在这一次 这个提案公出的报告 这个他说的就是 百分之九十多的提案 都是有答复的 当然答复不一定就是说 那么现在呢 首先呢 他提案委员会呢 要审查一下 你比如提了五千多个 然后呢 一千多个是不够资格立案的 对吧 那谁要有资格 那你听我讲 比如我去年有一个提案 他说这个具体问题 他建议他作为社群民意 作为你的意见反应 对吧 那么这个也可以嘛 对吧 因为他有 那么这个个别问题 他认为还不够大 那么还有的其他立案 通知你这个已经立案了 并且交给哪几个部门 那么你也可以提案 说我建议这个 比如这个教育部办 这个建议教育部 跟人事部一起来办 那么然后到一定的时候 他就给你答复 那么我觉得答复里面呢 这个一部分的是很积极的 而且有具体什么措施 但也有的是服务员的 别人的建议很重要 但现在呢 还没有条件做到 我们今后努力做到 还有呢 你的建议很好 我们留着参考 当然有的部分比较认真 要你反馈 你满意不满意 还有什么补充的 这个要是老政协 老开会的这个委员呢 他会不会有点油滑的心态呢 比如说如果他觉得 自己反应的问题 老是得不到一个解决 他会不会产生点什么情绪呢 这个照人之常情 这个逻辑分析的话会这样 但是对不起 我不是老的政协委员 我不能代表他们说 对吧 我是新委员 我才当了全国政协 那么上海四岁 上海四岁 当了比较长 但这个毕竟两样 这个全国新委员 比如说听说您能提提案 会不会好多人把您当包行天呢 都给你寄材料 我告诉你们有 甚至我这次开会以前 因为我现在不太到我研究所的办公室去 我去的时候呢 你们就有人来找我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从未经许可,在新闻里面af 铃声 在新闻里面af 他们在新闻林